之间的认可承认 例如讲基督徒承认同性恋 另外一种是国家的认可 这蕴含了国家对某些价值不保持中立 而把它纳入了所谓的共散 共同的良善的内涵 也就是多元社会里 不同身份都有共识 也都承认的核心价值 这两种认可有的时候 不是经由同一个过程达成的 因为前一个过程 显然是需要一个社会广泛的辩论对话 如果不去争取一己他者的认可 而只是争取国家的认可 实质上也就是借由权威 或国家的接纳与权利交换 由国家将认可由上而下的 例如透过法律修法 传达与强制给他者给对方 那么这当然无法保证他者的良心的认可 而可能存在着潜藏的敌意 或是体制 这次同性婚姻的运动 是想要透过所谓最小的修法来达成的 就是将男女结婚改成双方结婚 这看似不要惊动现有的体制太多太大 然而事实可能是 必须要大幅改造体制 才能达成真正统计婚姻的问题 也就是改变现有婚姻的意义和价值 同时也能额外地得到 他者发自内心的承认 好 谢谢 好 大家坐了很久了 两腿发了 我们现在准备让大家休息休息 放放风 收收烟 奶奶咖啡 休息休息 好 谢谢